讓大家一下子 什麼都搞定了, 最重要是救快 �姐, 怎麼只有我們三個女象? 對, 那兩個男生去了哪裡? 詩詩和荷凱在那裡幹什麼? 你看… 幹什麼?髒髒, 七角這麼亂 家瑩媽媽, 其實就是這樣 我和詩詩打算裝修一間屋 佈置一間房間 打算在牆上轉個洞 練習維修技巧 誰知我打算一邊轉一邊吸的時候 左手用力, 右手不夠力 一頭煙 對, 我的手掌這麼大 對, 那個小釘子, 我打釘來 打到手指,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什麼都搞不定 搞不定 對, 你不如找個裝修師傅幫忙吧 很適合 你要裝修, 其實很多粗重的東西 只要用腦袋, 找到辦法 我一個女生都可以做得完 是嗎? 行不行嗎? 她們兩個牛公馬大都不行 當然是假的 只要給我兩分鐘 連搬重的東西我都可以做得到 兩分鐘?我給你兩個小時 你都搞不定了 好, 等我來 好, 小心… 小心點 好, 首先拿張拇指 摺一半 你行不行嗎? 行不行 摺好了, 行了 好, 貼在你想轉個洞的位置下面 下面就可以轉個洞了 好 有辦法了 是不是? 灰塵就要摺在下面 它不會飛來飛去 然後… 那張紙可以留下來死掉了 有個釘 Steven, 這個是給你的 什麼? 下次可以打個洞 不會弄傷手 是嗎? 釘的門 你行不行嗎? 你看看 可以 可以嗎? 如果這個月力能掛到, 真是可以 很多聲音 怎麼會不會發點燈 因為燈膽壞了 對, 一說就壞了 所以還用這個東西 膠盡 把芥末放在裡面 把芥末放在裡面 上去 這個方法真的挺好 對 很神奇 這樣就可以了 我要開這個 很熱 對 很熱 這個換燈膽的方法… 你應該開這個燈的 有沒有發燈 其實… 通常燈不合理, 燈膽不會熱 是 不過因為拍攝關係 剛才是開了 是 所以現在呢 所以你也開了 你歪了 對 你可不可以 那可以扔上去 那可以扔上去, 真的 是, 這樣就行了 很厲害 很厲害 接著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重 放在裡面, 放在膠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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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這邊 摺起來 摺起來 然後先撕 下次還有一個開口 好, 搬東西 很重 幸好隔壁那個太刺的 搬上來就要用力一點 很大力的香 完成 太好了 很厲害, 燒到膠紙 你很厲害 完成了 太棒了 太棒了 真是這個 它不花兩分鐘 對 做了這麼多東西 對 我聞到這個燈子真的很熱 你看它多水分 當同大隻了, 你看它 是嗎? 還有, 我沒想到你用很少的工具 就可以做這麼多東西 想不到這個梳, 都可以叮叮叮的 很多時候我們真的會碰上手 對, 還有我覺得它那個碗燈膽 這個真的厲害, 我真的要跟你學習 不過… 我在遠距離觀察的情況下 我看到這個應該… 不知道我是什麼 你應該在水瓶上弄了手腳, 是嗎 是 首先, 沿著膠瓶底部 對上大概兩厘米的位置 圍圈剪開 將一塊膠布黏在剪出來的膠瓶底部表面 然後將膠瓶倒轉 然後將剛剛剪開的底部 塞進膠瓶裡 最後只要將雨傘插入膠瓶的瓶口 這個換燈膽神器就大功告成了 對, 先頂著燈膽 是 然後要撕膠紙呢? 撕膠紙 我想學一下 因為我平時用很大力的 才可以撕膠紙 最後撕得不好, 還是用膠瓶紙 你教我吧 好, 我們一起吧 好 我真的撕不到 我每次都要撕膠紙 是, 這個挺有趣 你撕出來的位置, 我也找不到 對, 所以這個呢 手氣都放在一鍋 就會放那樣東西, Steven 是 首先將膠紙從開口位置拉開 拉到需要的長度之後 將膠紙開口的末端成九十度角 摺出一個直角三角形 之後用手指壓緊直角三角形 另一隻手指需要借助膠紙的邊位 向下拉, 就可以很輕鬆撕開膠紙 是 怎麼不夠… 是嗎? 大力士 對, 下次還有一個開口 所以會比較容易 霜霜 為什麼要把脂皮霜霜呢? 原理很簡單 霜霜霜教你怎樣搬一個重的霜霜 首先, 你搬一個很重的霜霜 全部的力量都放在雙手上 不過當你放在吉的盒子的時候 你拿起它, 杯子就會自然咬在後面 草糧就會分配在你上身上 雙胸… 雙胸是胸胸 胸胸 這個我會做得特別好 你用這道雙胸也沒問題 靈托力, 是 真的好地了 這個真的好得 我覺得自己會噴露, 揹著你 胸胸, 其實你這幾招的裝潮絕技 真是很利得 啤啤, 以後你家裡有什麼裝潮 找我, 一定難不及我們 好, 嘉蓮姐, 那我們就… 搞定, 一起練… 在做什麼?倒進橙膠上桌子嗎? 我剛才看你們走來走去 我又做粗重的事 我打算倒一杯橙汁就敲勞你們 誰知道你這樣說別人 你挺乖的 不過有一件事你要知道 橙汁是讓我們喝的 不是讓桌子喝的 是嗎? 很便宜 不是, 我就這樣扭開蓋子 倒一些橙汁出來 老實說, 我看過很多人倒橙汁 都是倒到四處都是 你嘗試打慢一點 你經常都這麼心急 其實不關快慢的事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可以把橙汁倒到每周桌都是 這些我清楚很多這種方式 讓我示範一次給你們看 你真是, 大家預備 對, 怎麼會的 這個方法就像在茶餐廳的試鏡 怎樣去打開花奶罐 首先在後面… 你把手撞到像神像的 把洞子撞開 然後再拿杯子 示範一次給你們看就知道了 看著了 你看看, 看方法有多笨 拉到多高都可以 但不正確 為什麼 無緣無故在盒子撞開 如果喝剩下, 有些烏鷹 有些猛氣, 走進去怎麼辦 對, 你馬上喝光了 人家扭過, 想保鮮, 你一點也不鮮 對, 不用 那怎樣才對 讓你看看我的方法 是 如果倒橙汁, 其實很簡單 對, 也是很簡單 也是很簡單 通常我們以為很像阿蘇蘇, 這樣倒 那就快了, 是 其實不對 那個開口應該向上, 你按住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讓它的空氣流通 這樣就不會太多氣泡 慢慢倒, 你看 一點也不會倒, 又可以倒 我也很純粹 我倒了 雞姐, 真是劍 當然了, 又加完姐 什麼都搞定了 嗨 嗨 嗨 怎麼這麼巧? 為什麼汽水罐通常都是原廚人? 是有原因的吧? 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當然, 你想想, 我稍後告訴大家 什麼? 有什麼方法 可以三十秒就可以急凍汽水 麵包夾, 除了夾緊麵包袋之外 原來還有很多千奇百趣的用途 稍後回來就有什麼都搞定了 好, 知道嗎? 好, 知道嗎? 好, 知道嗎? 我知道, 因為好像Bella那樣 原廚人很收藏 錯了 你打開 我覺得沒那麼容易撞掉它 你們都覺得錯, 但我覺得 好, 啤啤一定知道答案 我也沒那麼聰明 太好了, 原姐 為什麼罐裝汽水通常都是原廚人? 因為罐裝汽水這類碳酸飲料 含有熱氧化碳 還需要承受一定壓力的容器去裝 在力學角度來說 原廚人的容器 是有利於承受壓力, 沒那麼容易破裂 所以多數女罐都是以原廚形來製造 很新的 試試, 請你喝嗎? 你也挺好, 老朋友 我給罐不冷的汽水, 怎麼樣? 沒所謂, 你倒出來加冰就能喝 加冰就是糖水, 不是汽水 你想把汽水游不冷, 變成冷嗎? 我有辦法, 一隻手指立刻搞定 一隻手指搞定? 一隻手指 一隻手指怎麼可以弄凍灌汽水呢? 一隻手指怎麼弄凍灌汽水呢? 一隻手指, 吹凍它 心靜自然, 吹凍… 一隻手指? 怎麼不冷的? 一定是這樣 一定不是這樣 其實是要放灌汽水進冰 接著用一隻手指不停…轉去 為什麼呢? 是因為不停轉動汽水罐 是可以令裡面的汽水 可以溫暈接觸冰 就可以令它很快冷了 快速轉動汽水罐 可以在短時間 令汽水有機會流到灌邊 把熱力透過鋁罐放出 那些汽水就可以很快…很快冷了 原來是這樣 好, 我又要試 首先看看原本是多少度 我幫你量度… 好 看看是多少度 原本的這一罐是20度的 20度? 好, 一隻手指… 一隻手指, 搞定它 再加一隻手指, 再加一隻手指 對,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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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可以煮鑫薯 轉… 就要30秒可以轉到多少個票 在說… 很像 為什麼你的手指是彈的? 它好像不夠用力 抽筋, 這是冬多 一隻手指, 好, 包起來 你也在腳緊打我 過來… 我很冷 這裡, 我幫你… 好, 好吃 手指已經硬了, 太硬了 太冷了 我只看起來也覺得… 好像很冷… 你量吧, 我說給你聽 先掩住 你看 有10度, 比剛才那杯10度更冷 對… 這個方法很需要 如果大家明天開派對 我家裡的雪櫃也裝滿東西 你氣勢又不及動, 就用這個方法 如果想更快冷, 就可以放鹽在冰中 因為鹽會吸收冰的熱量 這樣溫度可以更快降渴 對, 所以以後要極速急凍汽水 就真的是… 麵包夾, 一個平凡不過 要來蜜蜂麵包袋的工具 但據說它的產生 竟然是跟飛機上的花生有關 話說在1952年 美國發明家佛羅伊德、柏克斯頓 在飛機上吃吃花生的途中 為了要封實包花生袋 於是就找了一張過期的信用卡 用刀在卡上戒出一個小扣 用來扣實包裝袋的開口 這個方法全讓開之後 後來就有人用來夾麵包 就這樣, 世界上第一塊麵包夾 就開始出現了 是… 阿虎, 你在做些什麼? 嘉兒媽媽, 自從拍攝這節目之後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看似很平凡的東西 難道一點都不簡單 你說這麼不簡單 為什麼這樣說? 你試想看 就這麼簡單的普普通通麵包夾 吃完麵包, 不須扭傷它 不需要用釘書機膠紙去黏它 不斷用夾, 一夾就完成了 是的, 其實麵包夾有很多用途 我知道, 這個麵包夾挺硬 應該可以用來批皮 因為時間關係, 我帶了一個牛綁來 你藏起來就看不見了 真的嗎? 對, 今晚拿回去熬湯 可以, 很香 厲害… 其實麵包夾還可以黏在膠紙的開口上 這樣黏在這裡 下次找一個開口就不用找得那麼辛苦 這個聰明 我個人覺得這個麵包夾 絕對可以用來做結他批皮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不見了批皮的時候 你待好幾個在身上 又可以勾在線上, 它又硬, 你可以… 聲音多麼悅異 其實你們挺有創意的 不過我在網上搜集了很多 關於麵包夾最實用的方法 有五強 是 只要拿到麵包夾, 就什麼都搞定了 通常我們刷完牙 會就這樣把牙刷放在洗手盆面 其實不太衛生 所以一個麵包夾可以做一個牙刷夾 只要把牙刷夾套在麵包夾裡面 牙刷和洗手盆面就會保持距離 乾淨很多 又不需要另外買牙刷夾 省錢又環保 好 夏天經常要洗很多衣服 例如蜜、手巾 每次都要很多衣服才能晾到 但其實只要用麵包夾 就可以解決一切 不要看它小小塊, 很大力氣 就可以將輕便的衣襪 例如蜜, 手巾這樣 一啪就卡住了 好厲害 好厲害 先把麵包夾放進去 這樣就不怕被風吹走了 很緊張 其實這麼簡單的麵包夾 還有什麼用途呢? 來, 看著笑一下 你這個樣子很英俊 幹什麼? 很英俊 麵包夾當然可以做腳架 要把兩個麵包夾扣在照片的下面 你看看 這張照片就可以站穩定了 一個自製簡單又環保的照片 就這樣完成, 是不是很漂亮? 是呀 不行 你幹什麼? 幹什麼? 你為什麼關掉我的電腦? 我怎麼知道 我家裡這麼多插頭 你看整個拖板都滿了 我怎麼知道哪個插頭會哪個電器 你不懂, 你問我嘛 我是有辦法 只要把麵包夾夾在不同的插頭前面 再在麵包夾上寫上 這個插頭屬於電器名稱 就什麼都搞定了, 搞得很難 做一些做的 我打算打算做的, 打算做的 我打算做的, 會不會人家的 好了, 我最後一個方法是五強之一 怎麼樣?穿人字拖 很多時候膠帶穿虧了之後 就掉了出來 掉了出來 怎麼辦呢?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首先… 因為我有指甲 捕花先進去 先捕花先進去 好, 首先我們… 先捕進去吧 我先捕 先捕進去吧 不然就做不到閒頭了 首先, 把麵包夾起來 是 套進去 夾著膠帶 還有人字拖的底部 在鞋底上 這樣就可以穿上了 穿到什麼時候?不知道 起碼要先捕花, 先捕花錢 這個起碼要先捕花錢 不說就真的不知道 原來麵包夾有這麼多用途 對, 在這裡提醒大家 下一次吃完麵包 千萬不要丟掉麵包夾 對, 尤其是在我們人生中 會遇到很多不同的問題出現 但其實只要動不動腦筋 就可以找到很多智慧 沒錯, 只要我們平時 多點留意身邊的事物 發揮我們的創意 所有的留意都可以… 什麼都完成了 為了, 只有一個人生的 有多人生的 還有, 就會選擇 在這裡 再一次做一個人生的 在這裡 請你吃天氣 我會選擇 在這裡 我會選擇 在這裡 我會選擇 我的天氣 要在這裡 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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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選擇 我會選擇 你會選擇